好来看到10月5号的上午呢 吉安乡长游淑珍 以及公路局花莲公务团吴靖祥团长 先议员徐雪玉以及多位的村长 共同会刊乡境内台九县道路建设工程 那么游淑珍期盼中央县相共同协力 为地方建置安全的交通路网 他也强调吉安乡公所会严格的把关 积极与各管线单位取得共识 来维护乡亲的行的安全 公路局花莲公务团 去年度争取到前瞻计划 4500万元经费进行的 吉安乡境内省道路面刨铺 人行道路原始 还有交通设施改善工程 而目前市座长度已经完成两公里 整体工程预计在年底前可以完工 节奖游淑珍期盼 中央县乡可以共同协力 为地方建置安全交通路网 地方市性建设 由中央县乡一条心共同来协力 今天我们陪着公路总局 来到了我们所施作的 有人里桥的桥头 一直延伸到中正路 跟中山路的交塌路口 延伸到我们吉峰路 吉峰路二段的路口 以及我们路原始的整个建设工程 我们相信中央的协力在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它的建设金额比较大 但是可以开启的是最适切的安全的防护跟防治工作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公路总局 为我们地方开启的地方建设 我们相信这不是今年所有 明年未来的每一年都希望我们可以 中央县乡一起协力 共同我们市性生活的一个快乐跟安全 5号上午乡长游淑珍会同了公路局 花莲公务段段长吴敬祥 还有县员徐雪玉以及多位的村长 在试作完工路段来会刊 由公路局说明工程的试作内容 游淑珍除了感谢中央单位 进行道路整平维护 她也强调 对于各项道路管线开挖回田 还有铺设工程 吉安湘公所会严格把关 积极和各个管线单位取得共识 要维护乡亲行的安全 介络会简箱报道